华临施工所31号的上午是在毕云庄活动中心 举办了五角本的灾害防救兵棋推演 市长魏嘉贤表示 透过五角本兵棋推演 可以反映出防灾应变中心人员平时的训练成果 同时也可以让相关单位人员 在面临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随机的应变 将灾害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一接到灾害发生的讯息 指挥官立马召集各单位实施相关的应变措施 这是31号上午 华临施工所举办的五角本灾害防救兵棋推演 由市长魏嘉贤担任指挥官 与会包括了主任秘書徐国成 施工所防灾应变中心人员 其他还有卫生、自来水、电力、电信、消防、国军 警政、护政、中游、公路局等单位都派员参演 就是希望可以借由平时的充足训练 让在面临状况时可以积极应应 我们希望说在这五角本的兵棋推演里面 可能包含了不同的状况 有疫情、有地震、有台风、有土石流 可能还有淹水 那这几个状况如果说夹杂在一起 可能会产生出不一样 必须要灾害应变的措施 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提升救灾的能力也提升跟民间互动 一起来协防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希望在兵棋推演过后 我们公所内部也会做一些调整 希望能够把救灾的能力再往上提升 这一次的五角本灾害防救兵棋推演 是由协力团队国立成功大学防灾 国际交流及教育训练中心 助理研究员蔡逸文 还有林乔丽来发布情境 透过七种状况 来让各个部门互相协调随机应变 市长温家贤表示 灾前做好各项的预防措施 才可以有效减轻灾害损失 因此透过灾害防救生根计划的教育训练 还有突发性指令的兵棋推演 希望未来在面临灾害时 花莲市防灾应变中心 都能够因为有完善健全防灾准备工作 有效来减轻灾害的损失及伤亡 据徐丽琴华联市报道